星期觀戰2300分的對決 那這一場是孟佳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那我們綠色是印度斯坦人 那印度斯坦人算是新文明啦 因為以前叫做印度嘛 那現在已經改成印度斯坦人 有一個獨立出來的一個新文明 但是他繼承了大部分以前的印度的能力 那他的能力就是在黑暗時代費用會解釋他的村民的費用 那到底有人會減到25% 而且在前期也是不如小補啦 雖然我覺得經濟效益可能沒那麼大 但是還是蠻強勢的 因為TCE開多的話還是省下蠻多肉的 然後洛鎖騎兵還加20%的攻擊速度 哇那個攻速感到鬼 真的是感到鬼 然後火藥單位的話 還有加一跟遠一的防禦力 還算不錯 因為他的特殊科技印度火衝 是有加2射程的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個強化火槍兵的一個種族 不管是防禦跟射程都有加 我覺得也算是非常強勢的一個火槍文明 然後還有一個特殊根據是大甘的 是所有黃金收入加10% 那個10%其實挖起來很誇張喔 你平常挖金就已經蠻快了 20%了 再上去再多一點 幾乎會加到50%的速度 那他的駱駝騎兵的話也是特別強 駱駝騎兵是有地王駱駝的 一般我已經只有到重型駱駝而已 那地王駱駝的傷害跟防禦力也是 特別的硬 尤其他那個血量會特別多一點 那再次印度斯坦呢 他最強勢的應該是他的寶兵 他的寶兵是專門打弓箭手 就代表說 他是一個跑速偏快一點點的步兵 但是他不擅長對付步兵跟騎兵 那如果要對付騎兵的話 可能就是出戳戳加上步兵 加上寶兵這個打法 就是騎兵能打 弓箭手也能打的一個組合 那這個其實打起來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蠻強勢的玩法 因為基本上只要升步兵的科技線 就能升到兩個 你要打的主線的兵種 就弓兵跟騎兵都可以兩隻都抗一可 然後現在新文明又是大象 大象的話剛好出個大戳戳 直接捅爛也是沒問題 然後看一下他是有大戳的 有雙劍勇也是有的 只可惜他沒有三防步兵 所以他防禦會稍微弱一點的 步兵的防禦力 但是駱駝的話是有三攻三防 血統跟跑速都有 他不是殘備嗎 什麼都有 那弓箭的部分也是可以打 弓箭只是沒有強弩而已 然後也是有化學 母子的話很多人打 就打到城堡時代吧 打到帝王的話 應該都是通常會轉到火牆去 印度斯坦 好那印度斯坦我們介紹到這邊 來看一下印度斯坦的狀況 現在是 他們拉完豬了 吃第二頭了 養都還沒有吃 他們都高端場的吃豬時間都偏早 好 這邊看起來三木的話 應該是要打那個 20匹封劍快弓 肉馬 印度斯坦戰術 目前是這樣子 好看看孟佳人 孟佳人這邊選擇圍牆 然後這邊應該是四個人挖木 對這樣木頭採過 不過他這邊 拉了相當多的村民來圍牆 可能是怕 這個不是來圍牆 這個其實是路過的 這邊選擇了一個 黑跳成圍牆的打法 雙棒應該會點到第三隻 再來一隻棒棒 OK 那這邊圍好的話 應該是來得及 上封劍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孟佳人的能力 孟佳人的能力 是大象單位受到的 額外傷害降低25% 並提升該單位抵抗招響的能力 這代表說 大象不容易被招響 雖然走的還是很慢啦 但不如小補 我覺得有這個能力就是 你額外的 抗招響這招 這個叫什麼 忠誠信仰 你在研發這個話 我就是難上加難 知難而上 有夠難 那再來一個一端邪說的話 就完美了 但是很可惜他並沒有一端邪說 一端邪說就是 被招響會自動死 所以他頂多就是 招響 抗性能力會高一點 但不錯的是 他有跑速跟血統 兩個都有 而且清奇兵也有 只是沒有最後的那個 匈牙利 清奇兵 所以基本上 對付真理的話 清奇兵還是有搞頭的 速度快血肉多 還行喔 然後他的其他能力是 升到下個時代時 城鎮中心會生產兩位村民 那這個我覺得也算是 讓他到 每個時代升級的時候 加強能力 你每到一個時代的時候 封建時代再多兩個 城堡時代再多兩個 你經濟應該比其他的就會多一點 應該是這樣 但是黑暗時代這段期間 可能會有點虧了 所以孟家人的話 這邊選黑跳蟲 我覺得也蠻聰明 因為他直接跳兩個時代 直接送四隻村民 也是蠻賺的 那船艦的話 是每分鐘回復15的生命值 這個也是 也不能說好也不是說爛啦 就是有點不小補的東西 基本上打海戰也不是 非常有優勢的一個能力 然後 最耀眼的應該就是這個了 戰車 那他戰車是馬功 跟七奇兵 然後這邊看一下 幫幫中平弄弄弄東西 然後對面的 陰的閃人刺火沒有打到東西 那戰車這個東西 他可以 近戰也可以遠戰 特別強 只要按一下B鍵 就可以翻成騎兵模式 然後按一下 再按一次B之後 他就變成弓箭手 但是問題就是 他也會吃到弓箭系跟騎兵系的東西 例如 彈刀學 還有安息人戰術 還有這個 耕種技術 跑速跟血統 好像叫品種 然後軍營這些東西科技也是會吃到的 所以他有點像是 印度版的蒙古的感覺 然後這個蒙古的馬功騎兵 是可以變成騎兵坦的 算是一個蠻特別的兵種 因為他的馬功 跟騎兵線 都是全滿的 所以其實打起來有點猛 我自己實測打了一下 他真的是萬能型的馬功 這樣去看他 就還算不錯了 如果遇到戰馬 戰馬有很多的時候 就直接換成騎兵模式去砍 如果遇到 很多騎兵 步兵的時候 就用風箏的方式 用馬功模式去打 這邊好像是不是快修不起來 好像有點危險喔 這個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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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一集 我蓋很快 這邊他再蓋一個 不然這裡有動喔 這個棒棒應該是浪費 抽名的時間去修而已 應該是不會再做其他事情喔 剛剛好 剩一滴的時候敲下最後的木牆 完美防守 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十一木 然後配上十...春 這邊錢好像有點少 如果他可以跳繩的話 這樣應該跳不上去喔 應該要再補一點錢才對 至少要補到十七或十八 我們這邊 印度斯坦這邊直接出了三肉馬 繼續給孟加拉這邊壓力 那這邊為了防禦的關係 這邊又再下了一點 房子 這邊印度斯坦 為什麼砍房子都會減個啊 還是他本來就減個啊 房子 現在都減個咧 因為有一段時間 沒有玩世帝國 最近來嘗試回來 撥爆了 世帝國的比賽 升級時代之後變減一八 每個總文明都變這樣子 房子都比較低一點 好 那孟加拉這邊順利的上到了封建 好 這邊選擇下了一個馬就 好 這邊棒棒應該被解掉了 哇 一直都帶不走 那孟加拉這邊應該是會先上城堡 然後帶出大象 沒意外的話是出大象 因為他有抗招想能力 應該是會是一個 大象配上肉馬的一個打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這邊 伐木可能要 多一點 哎唷 這邊在蓋了 好 這邊看到人家 肉馬已經跑來這裡來了 綠色這邊 無情對木牆瘋狂輸出 好 袖子回來 袖子回來 還是有點危險 現在綠色瘋狂對木牆 到處挖洞 看哪裡有縫隙可以打進去 但孟加拉這邊 防守也是非常的好 那印度斯坦這邊也 看到 察覺到 對面是想要支撐 所以肉馬 沒有再出更多的兵種 也是想要來個城堡決戰 好 因為這邊被干擾關係 所以果子還沒有吃完 果子快吃完了 這邊出了 三隻槍兵 這邊居然抓了一個洞進來 後面死 尷尬 這隻可能會死 哇 但是這個戳戳 跑進來了 哇 戳死一隻 插一下 哇 砍死一隻 這邊村民直接 直接叮咕咕咕 往裡面轉 往裡面轉 完蛋 這個還是下坡 哇 被砍的時候超痛 直接被無情砍死兩隻 那村民有點稍微落後 但是沒有關係 村民又補回來 好 這邊選擇出相夫 那這邊的洞補起來 這邊清洗兵 可能只能在裡面 看一下對手的 一個 手相 能不能再拖到一些 殘血的村民呢 但是 映竹傘這邊在瘋狂的找 但是沒有找到殘血的 殘血的人應該在村 這裡 在農泉附近 但是很明顯 殘血都不見了 欸 這邊 這邊孟加拉 直接讓他滴出去 好 直接讓 避充實彈器裡面 回家了 欸 這邊村民怎麼有一個 跑出去了 然後孟加拉要搞事了 直接滴牆 看他相夫如何進攻 看一下 孟加拉這邊怎麼防守呢 這邊選擇了 噢 看到大象之後 馬上下了一個 修道院 然後開始殘血 真鋁 應該會慘戳戳吧 沒意外的話 不然他這個 只靠真鋁防守 可能會有點危險 不過他有可能 是想要先看一下 對手 的情況 再決定要轉送兵的感覺 這邊填下的十九片 有點多 肉都破千了 看一下 喔 現在確認到的東西是 二大象三戳戳 那這邊 可能會下軍營喔 就下一堆戳戳 這邊是3TC 有發石齁 剛發而已 那這邊村民 可能在右邊要小心一點了 現在已知對手往這邊走 那他這邊再不危險 可能會有點危險 赤頭來這邊看一下視野 看有沒有看到敵人 好 現在 針鋁往上走 還是往上面防守 好 兩隻釋頭 都在把地圖探明 這裡有個針鋁 要來偷移機 偷得到嗎 好像沒問題 欸 孟家二的大神總見 喔 跑來這邊偷蓋 兩個工程區製造所 哇 這個是 雙TC打 3TC的概念 這邊看到這裡過來了 開始 銅起來 但是這邊針鋁是很難感化的喔 因為孟家拉有對針鋁特化 感化效果其實沒這麼好 哇 這個投石車完美 完美解決兩隻 針鋁 哇 這是一個前線 投石 投針快攻喔 然後配上一些大象 跟裝甲戰象 裝甲戰象就是 印度他們的衝車的概念 但這個衝車是可以持到 近 近距離攻擊跟騎兵防禦的 看一下 投石車這邊 出了蠻多的 我這邊還點了 金杯耶 可以增加那個 針鋁的血量 這是一個動針鋁的 針頭戰術 通常這個針頭戰術 你出什麼都不對 你出弓兵就被投爛 你出騎兵就被導響 所以你遇到這種打法的時候 千萬不能出騎兵跟弓箭手 這邊唯一能解的感覺是 只有一堆戳戳啦 戳戳是萬解 可以戳爛大象啦 也可以 你要戳爛 戳爛真鋁好像不切實際 至少近距離 攻擊的話 可以打攻城器 還是蠻爽的 這邊印度三好像慢慢轉出了 對沒錯 閃出了一堆戳戳來防守 通常有些人也會選擇 用投射跟他互丟 但互丟的情況下 可能會有點危險 因為人家的數量也是蠻弱的 而且蠻吃操作的 如果對自己信息沒操作的時候 還是穩扎穩打 直接輸戳戳 戳爛對手就好 然後再配一點肉馬 直接做個夾擠 就完美了 這邊好像 印度斯坦是不會出肉馬了喔 這邊經濟有點慘 要出肉馬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肉很少 加光出戳戳就有點辛苦 但是投石車三台給的壓力 喔是四台啊 實在是很大 這個城堡幹的行嗎 我覺得不行 你要不要低一下 你再想一下 大哥 投石車都來了 哇 哇 很無情 無情開閘 這邊把杖都戳光了 然後開始戳戳往前戳 能戳掉一台嗎 好像可以 但是奴炮也到後面無情輸出 但是其實效果還算不錯耶 哇 已經戳掉蠻多台 相撲也被戳爛了 然後真鋁要招也不招 招也不是 不招也不是 因為招了很浪費 也不知道對面有沒有其他 喔還是招了 我們受不了了 哇 但是這個戳戳還是挺 挺舒服的 戳了蠻多東西的 這個城堡居然硬蓋一蓋起來 我的天 這就是23架的實力嘛 這個劇本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哇 竟然打贏了 但是對手還有 四隻 我一隻老頭都沒死 因為戳戳的攻擊實在太低了 只有加二防而已 攻擊沒有加 所以在拿 黑暗十大隻的格西再跟他互打 那這邊 奴炮加上 真鋁的話 雖然可以把駝子車稍微 打贏了 接下來要怎麼打 就要看孟加這邊轉兵 再做應對 目前印度斯坦這裡沒有出任何的兵了 完全在平經濟 因為剛經濟實在太慘了 這邊下了一大堆便 這邊便雖然剛下好 但是要有效益的話 也是要等一段時間 喔這邊下了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喔 這個弩炮 哇這個再送 原來他的弩炮有點多 還在招翔 硬蓋的話會損失慘重 先不要比較好 哇對手 直接把 印度斯坦的兩座黃金鎖死啊 這個地形 直接下去了 石頭也是喔 哇直接鎖了兩塊金 然後一個石頭 然後中間這邊 還在慢慢增加 馬舊 那這時候印度斯坦應該看到了 應該知道 只要打撲吹就行了 這邊木頭有點爆 應該會拉一堆村民去直接蓋成農田 這邊印度斯坦真的很缺肉 要這個陣型的話 戳戳是最佳景 要看一下他 我覺得他第三座城堡可能會下這附近 現在要守護農田比較重要 跟黃金 但是 夢家人 沒有 騎兵的關係 只有新騎兵 所以應該不太會有太有機動性的東西 去騷擾後防 所以城堡沒意外的話會下這附近 或是直接前壓這裡 這些都是不錯的地點 城堡壓這裡 直接一個新開口往前推 這邊 這邊直接 壓回去這裡啊 直接拉了 21個村民來蓋這個城堡 因為敵人是往上走 我還沒有發現 這邊已經架起了城堡 這邊戳戳已經準備好了 哇 這邊爭旅遭翔 完蛋 哇 這邊 古拉姆後面包抄 哇 結果爭旅都會遭一堆 戳戳 結果古拉姆一直都沒抄到 完蛋 戳的白癡 啊死去 我看是穩了 穩死的穩 這邊城堡也架好了 這邊建築物全部都廢了 一出來就被撕爛 除非是出空車 但從車又很好解 村民在這邊也可以敲掉 這邊就算是搶回來了 這就是 針頭防守的大招啊 戳戳反擊 加上一些寶兵 因為其實針頭通常會出戳戳 防止騎兵去突擊騎兵 但是因為古拉姆這邊直接出了這個 對手也只能逼迫出弓箭手去打戳戳 但是古拉姆又失弓箭手 所以這個局面 至少對 哇 對孟加拉極度不利啊 哇 這個大象看到戳戳直接 哇 退了 但是 這個古拉姆打大象 還是有點傷的 雖然還是有傷害 傷害還是偏低了一點 哇 那如果孟加拉出大象跟弓箭手 好像有點鄭重下滑的感覺 因為 印度斯坦這邊 綽綽是不用黃金的耶 然後他的大象跟弓箭手都是需要吃黃金的 我覺得有點 傷啦 感覺是不是要出戰矛之類的打會比較好一點 哇 這樣可能會一套帶走 這個有點慘 這個直接往後轉了 十三隻古拉姆 把後排衝掉 這邊搓爛 高地打敵地 但是好像 打得意嗎 好像有點機會 畢竟是黃金兵 剩五隻 哇 全部殘血大象 還行還行 這 這五隻很坦 哇 真不愧是孟加拉的大象 居然守住了 哇 太猛太猛 那左邊這邊 已經開始發展起來了 孟加拉實在是有點頭痛 而且要帝王了 這個帝王如果先上的話 可能孟加會投降喔 原來遠投出來 戳戳大戳再出來 孟加拉這邊應該是 不才砍上去 原來他出太多大象了 大象是很貴的 雖然他的戰力真是不錯 看來印度斯坦這邊 已經順利上了帝王時代 這邊選擇轉出了戰車 但戰車是不是太晚了一點 也現在出戰車 也是會變古拉姆 衝成 我被衝爛了 我覺得孟加拉好像涼掉了 怎麼打都不對 你就算戰車出起兵模式也是被戳爛 馬攻模式是可以射射 沒有錯 但是對方已經先帝王了 遠投開始砸這個城堡之後 這會很不舒服 第二個城堡也來了 看一下戰車可不可以抵擋防守 這變成大戳戳了 6加2 但是防禦就只有遠程2而已 這邊印度斯坦沒有三級步兵防禦 這邊古拉姆 遠防5 喔!孟加拉這邊喊出了GG 因為這邊 敵人直衝也沒問題了 基本上再打下去 可能也是賊虧 好 這場比賽 是由 印度斯坦 打贏孟加拉 那我們這場比賽就播到這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